今天我要为你分享的这本书叫《人的全景》 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一套全新的思维模型 这个思维模型能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剖析人的行为 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这套思维模型叫做全因模型 就是说人的全部行为都是有原因的 都可以追根溯源到这个最基础的模型 全因模型的核心观点是 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动机来源都可以归结为一点 那就是为了保持平衡 乍一听这个观点,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无论是在感官上还是精神上 人的大脑一般追求的都是快乐和愉悦 追求的是更好的体验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 比如说,有很多经历过苦日子的老人 在今天他们的物质条件已经相当好了 但还是会省吃俭用 再来看一个关于汽车制造的例子 你在驾驶汽车的时候 总是会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 但以目前的技术水平 是完全可以让这种噪音消失的 但是在设计汽车的时候 仍会保留这些噪音 这些可都不是为了追求最佳的体验 追求快乐和愉悦的结果 又该怎么解释呢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 这些现象其实都是为了保持心理的平衡 就好像我们头脑中始终有一个天平 我们过去的经历 习惯都像是这个天平上的砝码 拿掉或者增加任何异端的砝码 都会导致天平的失衡 过惯了苦日子的老人 省吃俭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如果突然让他将这个砝码 从天平上拿去 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感 会突然加重 从而造成强烈的不适感 汽车保留发动机的轰鸣声 也是如此 你在驾驶的时候 这种嗡嗡的声音 已经成为你经验天平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你哪天开车的时候 听不到声音了 驾驶时的平衡感 一定会被打破 一脚油门下去 你甚至会感觉不到自己 就在开车 发生事故的风险 也就会提高很多 通过这些 我们就会发现 人其实并不是在 一味地追求好的东西 而是在努力地保持平衡 一旦平衡被打破 就会出现各种生理 或者心理上的状况 作者提出的这套思维模型 解释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本书的作者是池玉峰老师 池老师是著名网络技术公司 完美世界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清华大学 苏世民书院的实践教授 接下来 我将分成两个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我们说说 为什么说保持平衡态 是人一生的主题 具体都会有哪些因素 来打破这种平衡的状态 第二部分说的是 在成长的各个阶段 面对心理平衡 不断被打破的局面 作者都给了我们 哪些切实可行的帮助 好 先来说第一部分 为什么保持平衡态 是每个人一生的主题 究竟是什么因素 在不断打破这种平衡的状态 一说到平衡 我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都和生理有关 比如说 人体几乎所有可检测的指标 都会保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就像是夜下体温的变动区间 是36度到37度 当这个指标 偏离了这个变动区间的时候 比如说到了38度 那就意味着 我们的身体可能出现了问题 这本书告诉我们 不但在生理上 我们需要保持平衡 在心理上 仍然是不断打破平衡 恢复平衡的这种模式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天平的比喻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每个人 都是过去经验的集合 过去的经验 就好像是这个天平上的砝码 共同维持着我们心理的平衡状态 也正是由于过去的种种经验 我们会对世界 形成一套固定的看法 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而每当出现心理失衡的时候 往往就是实际结果 和预期不匹配的时候 比如说 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上 由你来代表公司发言 但是呢 你因为紧张 讲到一半的时候啊 才发现读错了演讲稿 当你反应过来 看到谈下的人 正在疑惑地看着你 你面红耳赤 特别懊恼 脑海中呢 还一遍遍地重演着 刚刚说错话的场景 虽然你的脸上 可能还在努力地挂着 不自然的微笑 你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心脏因为慌乱和担心 而加速跳动 这个过程呢 就是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 之前的经验告诉你啊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场合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中 你的预期应当是站在台上 侃侃而谈 赢得掌声 但是呢 你因为说错话 造成了与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 更糟糕的是啊 在你之前的经验中 完全搜寻不到这件事的解决方案 你开始担心自己的形象受损 心理平衡呢 就这样被打破了 那些懊恼慌乱担心的情绪 就是你对心理失衡的感知 这种预期和真实结果不匹配 是造成心理失衡的内在原因 其实呢 心理失衡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 那就是比较 说到这儿啊 你可能会不同意 有的人呢 天生就争强好胜 处处和人比较 但是呢 这个世上也有不少佛系的人 自己开心就好了 不需要和别人比 这本书里所说的比较 和我们平时理解的不太一样 它不是在讨论比较的个案 而是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 去看待比较这件事 如果从这点出发呢 在社会比较中 我们确实无时无刻 不再评估着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 这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产物 从生存的角度考虑 我们正是通过各种的比较 来确认自己是否安全 是否落后 是否会被淘汰 因为资源有限 从远古时代开始 人们就遵循这样的规则 有能力的人 获得更多的资源 更容易活下来 没能力的人呢 只能得到少量的资源 不容易存活 在比较的过程中 人们如果发现 自己跟周围的人差不多 甚至比大部分人都好 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 未来我能生存下去的概率更大 我会活得更好 相反 如果人们在比较中输了 那就意味着自己可能会失去资源 进而会被淘汰 因此 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着比较的功能 都存在各种比较场景和比较方式 作者在书中将它们统称为比较器 那么比较是如何打破平衡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呢 从生理上看 比赢的时候 体内会分泌大量使人愉悦的激素 让你产生轻松 甚至是狂喜的情感体验 比输的时候呢 身体会分泌和压力相关的激素 使我们产生紧张 焦虑 痛苦等负面情绪 促使我们想办法恢复平衡 在行为层面 比赢的时候 成功带来的愉悦感 会推动我们不断进行自我提升 以实现更多的成功 根据多年代团队的经验 作者发现 塑造一个优秀团队的最好工具 就是成功 为团队设定很多小目标 每达成一个目标 都能使团队焕发活力 而当比输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采取各种策略 来降低压力感 这些策略 包括积极的自我提升 不断学习 请教 思考 总结 也包括 抵触 极度 污蔑 等消极的行为 可以说啊 不管是内在的预期 还是外在的比较 都是造成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每当我们接受一个新的经验 面对一件新事情的时候 都将承受失衡带来的不适 那这也太痛苦了 不过啊 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虽然打破平衡的局面 我们无法避免 但也有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平衡补偿机制 作者将它称为弹簧人 弹簧人的意思是 我们头脑中 好像住着一个身体和四肢 都是由弹簧构成的小人 每当受到外界的冲击 失去平衡的时候 他总是能够及时地撑住周围的墙壁 保持稳定 具体来说呢 我们每天啊 都可能会遭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如意 我们的平衡态 反复被打破 羞愧 愤怒 沮丧 等负面的情绪 随时都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 这个时候 帮助我们恢复平衡的 就是这个自我补偿机制 它可以对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 进行弹性的解释 来说服自己 这不是什么大事 我是对的 我这样做呢 是应该的 具体来说呢 弹簧人的工作方法有两种 第一招啊 是改变所做事情 在自己心中的重要性 从而让自己相信 是应该加大力度继续坚持 还是它不那么重要 放弃也没关系 比如说 很多无法坚持运动的人 就会这么做 一项调查显示 70%的运动参与者会半途而废 那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一开始 他们会觉得运动非常的重要 自己要努力坚持 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还能有个好身材 但是呢 坚持了没几天 觉得太累了 就想着放弃 放弃的过程 弹簧人就开始起作用了 他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运动呢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 等着我去做 每天工作都很忙 况且呢 天气也不太好 还不如在家看几本书 这就是在降低运动 在价值判断中的重要性 弹簧人的第二招 是在观念上 强行改变经验的确定性 也就是事情发生的概率 比如说 喜欢赌博的人 会在心里啊 经常提高自己赢钱的概率 尽管根据平时的经验 这个概率是相当低的 最佳的人呢 则会主观地认为 自己出事的概率是很低的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 对事物做出弹性的解释 进行自我补偿 以调节日常的心理平衡 作者提到 弹簧人这项机制 有好处 也有坏处 关键看我们怎么利用 好的一方面在于 弹簧人呢 会在行动前 寻找支持行动的理由 这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坚定我们行动的信心 同时呢 他也会在人们失败之后 充当负面情绪的缓冲器 偏离平衡的状态 会使我们产生压力和焦虑 相比行动 调整认知更加容易 这是一种快速调节 负面情绪的方法 但是 作者也在提醒我们 过度依赖弹性解释 会阻碍我们的成长 如果人们 每次面临心理失衡时 都用弹性解释来调整认知 而不是通过理性分析 寻找失败的原因 努力改变现状 那便是自欺欺人 长此以往 很有可能会原地踏步 甚至是一事无成 因此 遇到小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弹性解释 帮助自己维持身心健康 越是遇到大事 越要学会限制弹性思维 因为它有可能使我们犯错 无法发现自己的问题 在熟悉了这个打破平衡 恢复平衡的模式后 生活中 人们的绝大多数行为 都可以用这个模型去拆解 分析和解释 当然了 作者写这本书 不光是提出了这个观点 更重要的是 在人一生发展的各个阶段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失衡问题 怎么去恢复平衡 有哪些方法 可以为我们的成长 带来切实可行的帮助呢 接下来的这部分 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先来看初级阶段 作者认为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面临的一项初级挑战是 如何进行观念的升级 一个人对不同观念的包容度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他事业成就的高度 但是 很多出入职场的新人 都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 刚刚步入社会 面临的几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观念上的平衡会不断被打破 过去的观念和经验 在解决工作中的新问题时 很可能一项都用不上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作者在这本书里 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维体操 叫做成长四溢 说的就是 开卷有益 出门有益 开口有益 交流有益 这是我们丰富自己的阅历 提升认知的一个有效途径 说到这儿 你可能觉得成长四溢 不就指的是要多读书 多看看世界 多和别人交流吗 这些旧道理 我之前也没少听 但是有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大脑在面对新信息时 往往会调动更多的注意力 而当一个观念或者道理 在我们的记忆中已经尘封了很久 你就很难再把它重新翻出来 更别提照着去做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意义 更多是在于 把很多尘封在我们记忆深处的 对我们成长有帮助的一些想法和观念 通过新的概念 重新唤醒 当你真的面临这些困境的时候 只需要想想这些概念 就马上能够在记忆库里 搜寻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我们重点来说 开口有益 交流有益 这是在告诉我们 如何表达观点 如何从和别人的交流中获益 这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步骤 先讲出来 再互动 很多时候 我们自以为了解了某些知识 但是这还不够 你需要把它逻辑清晰地讲出来 才能说我真的理解了 交流有益 就是在讲出来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 依靠的是和对方的互动 来验证自己的价值判断 从他人那里获取更多的经验 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每当自己的旧观念受到冲击的时候 先别急着否定它 不妨时刻想想这成长肆意 也许会对你开拓事业 思维升级 起到不小的帮助 刚刚我们说了 在踏入社会初级阶段 可能遇到的挑战 那么随着你的能力的提升 工作趋于稳定 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 那就是改变 很多情况下 我们一旦习惯了做某事 往往不再愿意将这种平衡打破 这是一种存在于人本性中的惰性 同时呢 改变后的阵痛 更令人望而却步 面对难以做出改变的困境 作者给出了两个具体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教给我们 怎么面对改变后的虚弱期 这个方法叫做重设比较对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无论你改变前的成绩有多好 都不要再去关注了 而是要将改变开始时的初始成绩 设为比较对象 比如说 你练习短跑的时候 一开始使用的是站立式起跑 但为了提高成绩 你决定采用蹲式起跑 这个时候啊 你的比较对象就应该是第一次蹲式起跑时的成绩 而不是你以往最好的成绩 这是因为 在改变的虚弱期内 你的成绩很有可能不升反降 很难受到积极的反馈 而这个时候 恰恰也是最容易放弃的时候 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从零开始的心态 如果你相信 改变会让你比以前变得更好 就把它当作一次全新的开始 坚持度过改变后的阵痛期 第二个方法 能帮助我们突破思维的局限 把勇于改变 变成自己的一种品质 具体的思维方式 叫做 扳道工思维 扳道工啊 原本指的是 体路上负责改变铁轨方向的人 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 植入这么一个扳道工 时刻关注每一个 可以打破原有思维轨迹的外部机会 具体来说 每当遇到新事情 新任务的时候 先别急着抱怨 而是认真地思考一下 这会不会是一次新的机遇 这是否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等等 从而在遇到岔路口的时候 抓住机遇 实现扳道 最后要说的一点 作者在书中将它称为 人生无法摆凸的终极局限 无论你是新人 还是身处高位 登上事业巅峰的成功人士 都会自始至终 面临着一个很难解决的困境 那就是自查无措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做决策是 其实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的 因为我们总是在尽力 保持一种内在的平衡 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做事 再用同一套标准 来检验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就像是考生和判决老师 是同一个人 作者特别强调 如果意识不到这个局限 我们的事业将很难壮大 甚至有可能在自信满满的情况下 毁于一旦 面对这个困局 作者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越境纠偏 它的意思是 如果已经有一个月 没有人给你提过意见 那你就需要注意了 这说明你很有可能 已经陷入了自查无措的陷阱中 你正在犯错 如果一个人一个月都不照镜子 样子可想而知 作者建议 在生活和工作中 我们也需要将照镜子 培养成定期的动作 这里的照镜子指的是 我们可以将身边的其他人 视为自己的镜子 不光是听他们对自己有什么建议 更要理解他们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 你甚至可以规定 每个月15号这天 一定要抓一个人过来聊聊 给自己提提意见 面对面真诚地吐槽你本人 当然了 怎样选到合适的镜子 也是一门大学问 首先 你必须要找了解你的人 因为只有他们 才能了解你的问题所在 但是呢 一旦对方与你有利益关系 往往很难做到坦诚 此时的镜子 就会变成哈哈镜 或者美颜镜了 作者的经验是 只有当一个人 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或者不怕你生气的时候 他才会说真话 而且要在你的要求下 对方才愿意说 这时对方就是最好的镜子 总之 如果没有和他人 和世界的对照 从而得到不同的反馈 我们很难走出自查无措的误区 尤其是处于各个领导岗位的人 很难得知 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意见 而更多听到的是 周围相关利益者的声音 所以如何使自己身边 布满合适的镜子 随时接受他人的反馈和意见 是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就是这本 人的全景的精华内容了 通过这本书 我们了解到了一个 全新的思维模型 用来解释人的一切思考 和行为的运转方式 总的来说 人一生的主题 就是在不断地维持一种平衡的状态 在打破平衡 恢复平衡的循环中成长 从出入社会 到成熟稳健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失衡问题 其中 自查无措 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困局 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过于自信 找到合适的镜子 及时获得正确的反馈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 这本书的精彩内容 还有很多 涉及到了不同的领域 也针对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 给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 20分钟的音频 不足以全面概括 作者的思想和方法 如果你想了解 更完整的思维模型 以及作者的经验 也欢迎你阅读原书